现实历史其实存在着许多让人百思不解的奥秘 欢迎收看watchmojo 今天我们将盘点现实历史中的十大谜团 在这份榜单中 我们将介绍近代或近年来最令人困惑的未解之谜 第十名 马利塞德斯特号 海上有着许多等着被发掘的神秘沉船 但却极少有像马利塞德斯特号那样 激发公众想象力的事件 该船原定从纽约且往意大利 那却于1872年在葡萄牙海岸附近被人发现 船只被发现时 船组人员已全数失踪 而其中一艘救生艇也连同失踪了 这情况本身并不好奇 奇怪的是 船只被发现时的状况良好 处于试航状态 唯独船帆有些许的损伤 船舱内也只有少量的积水 然而 其船组人员或乘客至今下落不明 他们为何弃船的谜题 已被追查近150年 可我们似乎距离真相还非常遥远 第九名 吉米霍法的命运 吉米霍法在19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 担任美国工会的领导人 但他在同一时期 也参与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霍法在组织里彻底失宠后 他希望重新获得知识并重返领导城 但遭到报名的反对 1975年7月30日 霍法按计划本该与一名黑帮成员见面 并谈判和平协议 有趣的是 他俩在过去出现多次意见分歧 而就在当日 霍法失踪了 至今 谁无法确认他失踪的原因或事情经过 显然 霍法本人也完全人间蒸发了 没人知道他是生是死 这些意外事件广为人知 他的名字甚至成为了 难以找到的事物的代名词 第八名 美国独眼巨人号的失踪事件 海洋虽然涵盖了地球的大部分面积 但人类对他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 事实上 许多神秘事件都出自海洋 其中之一 就是美国独眼巨人号的位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艘装满矿石的海军军舰 美国独眼巨人号正从约日内卢返往巴尔迪摩 诡异的是 该船机船上数百人却在途中凭空消失 虽然有报道指出他消失时 位置处于弗吉尼亚附近 但也有报道指出他最终停泊的位置 正处于臭名昭著的白木大三角 也就是发生了许多超自然现象的神奇三角海域 另一种理论指出他的失踪和旗结构上的残缺有关 因此他的几艘姐妹船也都在海上失踪了 即使是这样 至今我们依旧没有收获任何与姐妹船有关的失踪痕迹 第七名 DB库博 西北东方航空公司的305航班 于1971年11月24日被截时 接机者与丹库博的名字登机 他声称藏有炸弹 并要求20万美金的赎款 现在换算大约120万美元 否则就与机上乘客同归与境 拿到了赎款之后 他穿戴降落伞在半空中跳下 从此 DB库博这个名字成为了传奇 事实上 接机者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个谜 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调查 跳落飞机后的他 以及劫走的钱财 如今还是不得而知 同时也让这起事件成了 致敬唯一未破案的截击案 第六名 黄道十二宫杀手 在60年代晚期 旧金山湾区 发生了一连串引人关注的凶杀案 而犯案人是一名自称为 黄道十二宫的连环杀手 依然被凶手杀害的 有至少5名受害者 其中还有2名受害者幸存下来 不过 他在寄给媒体的信件中 宣称自己杀害了37人 是的 这高调的连环杀后 曾多次挑拔新闻界和警戒 尤其他那利用密码编写的隐秘信件 绝大部分都还未被破译 使他在流行文化中声名狼藉 半个世纪之后 黄道十二宫杀人事件仍未被侦破 甚至这个案件在某些城市仍然开放调查 第五名 艾蜜莉亚·埃尔哈特的命运 艾蜜莉亚或许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飞行员之一 部分原因与他的失踪有关 1937年7月 艾蜜莉亚与他的领航员 弗莱德在环游世界飞行时 与班布亚·辛吉内亚和夏威夷之间的豪兰岛附近失踪了 尽管当时和事后都展开了多次的搜索行动 但仍旧无法巡获他们以及他们的飞机 最不便的解释为 他们的飞行时间已接近飞机的最大复合量 以致燃料耗尽而坠毁 又或者飞机坠毁于一座岛上 最后在那与世长辞了 总而言之 各种荒唐极可信的理论处处可闻 第四名 WOW讯号 搜寻地外文明计划致力于寻找地外文明 也就是俗称的外星人 1977年8月15日 组织的一名志愿者 利用俄亥俄州立大学里的 大耳朵电波望远镜 检测到一个明显的 载频无线电讯号 这讯号的方向位置 被认为来自于人马座 随后 这名志愿者在电脑印表机的报表上 宣出了这个讯号 并在旁边注视 WOW 而这个标记也就成为了这个讯号的名称 人们试图使用更强大的检测设备 来检测该讯号 但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劳 最近始终没有人能够证实或反驳该讯号的来源 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 这或许便是他们试图与人类取得联系的最好证明了 第三名 马来西亚航空370班号机失踪事件 这起马来西亚航空370班号机空难事件 是我们榜单上最近期的谜团 事件发生于2017年3月8日 这架飞机从马来西亚飞往中国 然而起飞不久后 它于南中国还失踪了 根据军事雷达上所显示 370班号机正往西方前进 而不是原定的东北方向 这完全偏离了其余一定的飞行路线 尽管进行了数次详尽的搜索 以及海岸上发现的一些残骸 但截至2019年 370班机号的失踪仍是个谜 人们推理了好几种可能性 其中包括机舱减压及捷机案件 对于当今科技发达的社会来说 这是闻所未闻的 使得整件谜团更加令人费解 第二名 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案 1963年11月22日 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 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场游行中 被人暗杀 这是目前为止大家都同意的一点 其事件的涉案人 源头起因及被暗杀的方式 都受到了外界无休止的质疑 李、哈维、奥斯华被认定 犯了此项罪行 但他在受审之前离奇被人谋杀 而杀死他的凶手也随之被杀害 许多人猜测 当时奥斯华并非独自一人犯罪 或许凶手另有其人 整体事件的发生 背后藏着许多阴谋 甚至当时车上有多少人 也没有更明确的答案 即使事件已过了半个世纪 但至今仍旧众说纷纭 始终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 在我们揭晓第一名之前 请大家务必订阅频道 及开启小铃铛 以获取有关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哦 第一名 开膛手杰克 至今时代里出现了种种神秘的连环杀手 但最恶名遭住的大概是开膛手杰克了 在1888年 这个连环杀手在伦敦东区的百教堂一带 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多名妓女 犯案期间 他多次接信到相关单位挑衅 当时的媒体大肆轩软 其大胆的犯案手法 因此引起了社会恐慌 尽管也有超过百人被列入嫌疑人的名单中 但始终找不到明确的证据 指出凶手的身份 自此以后 开膛手持续引发公众猜想 其身影更是不断出现在流行文化之中 除非有人发明出时光机 否则这种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将永远成为一个谜 如果你对以上的未解之谜有着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另外别忘了订阅频道和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